来看到的是其实当然要讲讲 柯文哲案的最新的进度吗 还是这只是 爆派的新进度 但可是我觉得昨天比较离奇的是 这个是一条龙的服务啊 昨天先从我们的立委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的po文开始 他跟大家说 听说 今天晚上7点 这绿媒呢会有 非常非常可怕的毒瞎 这可怕到会让阿伯之后出不来了 那紧接着我们也看到 绿媒的记者也po文跟大家预告 晚上7点钟 来上大菜 想不到这个他们沾沾自喜 特别预告的独家 被破了 靖周刊后来就出了这一篇 抢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6点21分的时候 等于在19之前我们就看到他写独家 金华城按延烧 收贿的证据曝光了 简连去搜科家 查扣了一个USB 而这个USB他们认为至关重要 因为这包含了 柯文哲工作部 还特别写了 收了审刑金 1500万 那当然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 这稿子里面 后来有多这么一段 只是说呢 靖周刊出了这两大内幕 之后让大家就是听到 我们自己也听到很多风声 包含绿媒的记者 相当的生气 说 独家被破了 等等的 跟杨明哥 这样 从这个 绿媒到绿媒 甚至还有不同的绿媒 大家抢得出这个独家 这都是检方 为什么这种 这种好看我们都拿不到 这些独家第一手消息 谁叫你们 不听话 对不对 听话的 信赖的媒体才可以拿得到 那当然我必须要讲 第一个是 我们先分析 昨天的这个资讯 他到底 有没有评 有没有剧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说 这个资讯流出来的用意为何 为什么王丁宇他们可以 这个在晚上先这个发预告 除了这个记者本身 大嘴巴 喜欢到处讲之外 我们讲 这个问兵哥就知道 以前你有独家 没有人在那边预告的 对呀 结果最后发现 保密到家 你要等到这个出来的时候 你然后跟大家讲 你看嘛 我跑到了 对 可是呢 我这个我讲一个小 小算是一个幕后 就是 就是因为 他们到处预告 被周刊的 长官们看到了 而这个 这个资讯本来是周刊下期封面故事 下期的 下礼拜的 所以还在hold着 就是本来这个东西他们 周刊早就掌握了 就是在等 最快应该下礼拜一 他就会用网络 就可能1235678篇 写出来 系列报道 对本来就是要写 就是柯文哲被押内幕 最关键就是这1500万 什么什么的 结果呢 因为你大嘴巴到处讲礼拜五晚上 现在是星期五晚上 然后呢你就只能 自己蹲在 厕所里了这样 因为 对于周刊来讲 我这个东西如果被破的话 他下礼拜再出的那个意义就 降很低 因为大家一定会讨论嘛 可是呢好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就是说周刊早就掌握了 当然绿媒的记者也说他早就掌握了 好 那早就掌握为什么不赶快拿出来 周刊是为了下礼拜 因为你要知道周刊初刊是有一个期程 那你电视台如果你早就掌握你为什么不拿出来 好 那再来第二个我们来对比他们里面的资讯量 两个 虽然都说是有一个1500 但是两边描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电视台是说啊有一个随身点里面有个Excel档案 这个Excel档案还分 分门别类 然后呢这个几月几日 金手人是谁 金额多少 而且他金额是1500万元 就是记账本 对然后后面再写那个那个送钱的叫沈庆金 还有科技大佬还有集团总裁 好 第一个 如果是这个这个格式里面连1500万元都有 然后这个就叫一个账 他意思说这个叫账策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对北简来讲 太轻松了 我只要把 在这个账策里面的金手人找来问 比如说哪个集团哪个科技大佬 对 所以统统找来说 几年几月几日你跟柯文哲有没有这个金流往来 很快就可以破案了 如果今天是这样的档案 如果是电视台 他描述的这个档案格式的话 很快就破案了 甚至 第一次要注意哦 这个这个这个档案是 第一次生押亭就有的档案 就有在就在北简提供给 这个北院的卷证里面 如果是这么明确的什么什么几百万什么什么的话 理论上第一次就要压了 理论上第一次就要压 甚至可能还要扩大扩大去争败 好 这第一个 所以 可是为什么 周刊 写出来的就是 2022 1101 那个应该就是2022年11月1号 1500 然后呢 小沈 1500 然后沈庆金 没有单位 没有那个万元 这就表示两边 虽然说他们在描述同一件事情 但是 他们的消息来源告诉他们的资讯是不一样的 就是讲到都是有这么一个USB 好 但关键来了 三例 他里面 这个除了讲这个档案以外 基础上没有太多其他的资讯 他就是在讲这个档案多可怕多可怕 可是周刊他佐了 佐以一个很重要 叫做高院裁定书的内容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上 就是前几天 高院把 这个 吴宝请回的这个裁定驳回的抗告书里面 注意看他的抗告理由 就是说他认为应该 驳回的理由里面有一个叫做 扣案被告随身物品记载内容 扣案被告随身物品记载内容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不是就是这个1500 1500这个 所谓的随身点里面这个档案 看起来连接性非常强 而 周刊在报道里面又加补强的很强的一块就是 他有拿到高院的裁定书 去描述说 柯文哲在这个部分居然没有就是 就是什么瓜田 不纳履 什么里下 然后什么不怎么样的 就是 讲的一副你这个 你明明跟他有这个往来 然后在那个关键时间点居然跟他还有 还有所互动 对 所以 这个东西是可以连接的 如果今天要我看 这两篇 就是说一个电视 还有一个周刊的报道的 我说就是说 不是讲可信度 是说他们跟消息来源的这个紧密程度 周刊是赢的 周刊是连 高院那个裁定书 我们看不到 那个裁定书只有 院检可以拿到 我们 他没有公开 包括 柯文哲被裁定收押的裁定书 我们都看不到 可是周刊都报道了 所以 我只能说 这个东西绝对是 所谓的 减调系统 或说减联系统 要 放出来 他意思是说 要让大家知道说 柯文哲有不当的金流 不明的金流 其实这个金流的讯息 传很久了 只是说他现在意思就是说 连柯文哲自己扣案的这个 市政政务里面 都有记载这样的东西 但周刊的写法 我觉得比较合乎 一般讲的 因为 就是因为没有那么明确 所以 第一次没有办法 压成 而 北减一定是后来 给这个 高院的这个 相关的抗高指导里面 还 所谓 所谓的就是说 其他人的这个他们在行贿啊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 柯文哲这个我们还要查啊 所以一定要先把他收押起来啊 所以你发现 第二次收押的理由 跟他主要是在图例没有错 但是呢 贿赂的部分 他强调是这个还在查 对 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重要 现在正在 积极要去查的内容 而我们必须要查 收押 柯文哲 才能查出端倪 所以才成为第二次 收押的 重要的理由 好 那大家还记得吗 柯文哲 9月2号凌晨从 北检走出来的时候 他讲了一件事情 其实不止那天啊 包括他去 后来出现的每一次 公开采访 就是他还有机会 对外讲话的时候 还有跟日本的这个 日媒 日清亚洲 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都讲了一件事情 我的手机电脑被扣 然后呢 检方编故事 所以他是 我讲 柯文哲心里一定知道 如果今天柯文哲有办法看到这个报导 他一定知道 这就是 当天 礼拜天 上个礼拜天晚上 深压庭里面 他被问的东西 甚至是他被 这个北检 征讯的内容 然后就曝光了 站起来 二十年 在大楼上